本宴勤弦樓酒樓大禮堂 出席委員、曾明忠委員等13人 内席委員、吳智陽委員等38人 内席官員 105年11月7日星期一 財政部部長許一者及其他相關機關人員等 105年11月9日星期三 中央銀行總裁彭懷蘭及其他相關機關人員等 105年11月10日星期四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李瑞昌 財政部政務次長舒建榮及其他相關機關人員等 主席賴召集委員士保 105年11月7日星期一 報告事項 先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議事錄確定 討論事項 審查中華民國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有關財政部及首屬單位稅入預算部分 即國有財產署及首屬稅出預算部分 金財政部喜部長就預算案提出報告後 具有委員、曾明忠等14人提出質詢 金金財政部喜部長及相關人員 請以答戶決定 1.報告及審檔完畢 2.委員林常佐首提書面執行內入記錄刊登公報 並請財政部以書面答戶 3.委員執行未及答戶部分 請財政部於一週內以書面答戶 4.委員執行中要求提供至相關資料 預請你期限內送交各相關委員 決議 改列為1兆4693億1000萬元 本項通過決議4項 第二款 罰款及賠償收入 第73項 財政部8000元兆列 第74項 國庫屬20萬元兆列 第75項 戶稅屬5列數 第76項 台北國稅及18億5239萬3000元兆列 第77項 高雄國稅及5億4760萬1000元兆列 第78項 北漆國稅及及首屬18億5428萬1000元兆列 第79項 中漆國稅及及首屬11億7927萬5000元兆列 第80項 南漆國稅及及首屬5億273萬7000元兆列 第81項 官吳屬及首屬3億2915萬2000元兆列 第82項 國有財產屬及首屬5列數 第83項 財政資訊中心1萬元兆列 第三款 歸費收入 第63項 財政部15萬元兆列 第64項 國庫屬4701萬元兆列 第65項 戶稅屬74萬9000元兆列 第66項 台北國稅及1億6042萬2000元兆列 第67項 高雄國稅及4433萬9000元兆列 第68項 北漆國稅及首屬7644萬8000元兆列 第69項 中期國稅及首屬5191萬2000元兆列 第70項 南漆國稅及首屬2443萬9000元兆列 第71項 官吳屬及首屬2億8062萬5000元兆列 第72項 財政資訊中心3055萬1000元兆列 第4款 財產收入 第89項 財政部87億53萬7000元兆列 本項通過決議2項 第90項 國庫屬1萬元兆列 第91項 戶稅屬27萬9000元兆列 第92項 台北國稅及165萬3000元兆列 第93項 高雄國稅及107萬6000元兆列 第94項 北漆國稅及首屬95萬1000元兆列 第95項 中期國稅及首屬165萬9000元兆列 第96項 南漆國稅及首屬110萬3000元兆列 第97項 官吳屬及首屬1728000元兆列 第98項 國有財產屬及首屬251億8255萬6000元兆列 第99項 財政資訊中心80萬元兆列 第5款 營業營業及事業收入 第5項 財政部園內111億2877萬5000元 除第一項 營業基金營業腳庫 第一節 股息紅利腳庫 正列台灣燕酒股份有限公司股息紅利 2497萬2000元兆列 第一項 第二項 金戰兆列 市首屬 營業基金會營業特種基金審議 確定在行調整 另第三項 投資收益 第一節 投資股息紅利 正列兆風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現金股利1000元 其以金兆列 改列為110億5374萬8000元 本項通過決議二項 第六項 國有財產屬及首屬 顏列3億5234萬7000元 市臺灣唐業股份有限公司股息紅利腳庫數 佔兆列 市首屬營業基金 審議確定後再行調整 第六款 監獻及正義收入 第一項 國庫屬 無列數 第七款 其他收入 第86項 財政部3億6520萬8000元兆列 第八十七項 國庫屬29億8930萬3000元兆列 第八十八項 戶稅屬3598萬7000元兆列 第八十九項 臺北國稅及2億5298萬3000元兆列 第九十項 高雄國稅及4484萬4000元兆列 第九十一項 北七國稅及機首屬1億2852萬4000元兆列 第九十二項 中期國稅及機首屬2844萬7000元兆列 第九十三項 南七國稅及機首屬2264萬5000元兆列 第九十四項 公務屬機首屬2千020萬5000元兆列 第九十五項 國有財產屬機首屬2億7438萬7000元兆列 第九十六項 財政資訊中心8000元兆列 二 國有財產屬機首屬稅出預算部分 第十項 財政部主管 本款通過決議一項 第十項 國有財產屬機首屬原列19億9995萬7000元 減列500萬元 科目自行調整 其以金兆列 改列為19億9495萬7000元 本項 提案二案 保留 送宴會處理 本項 通過決議18項 有關正式北稅出預算水統以上機關別審查結果調整 105年11月9日 星期三 邀請中央銀行彭總裁懷嵐率所屬單位主管 及財政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類型業務報告 並被質詢 討論四項 審查中華民國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行政院稅錄預算有關中央銀行股息紅利腳褲部分 金金中央銀行彭總裁就業務及股息紅利腳褲預算案 提出報告後 既有委員吳秉瑞等15人提出質詢 金金中央銀行彭總裁及相關人員已以答戶決定 一 報告及審檔完畢 二 委員執行為及答戶部分 請中央銀行以一週列引書面答戶 三 委員執行中要求提供之相關資料 疫情以期限內送交各相關委員決議 審查中華民國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行政院稅錄預算有關中央銀行股息紅利腳褲部分 審查結果如下 一 行政院稅錄預算有關中央銀行股息紅利腳褲部分 第五款 營業引以及事業收入 第一項 行政院第一幕營業基金引以腳褲原類1800億 6232萬7千元 系中央銀行股息紅利腳褲數 佔照列 市首屬營業基金審議確定後再行調整 本項通過決議以下 通過臨時提案議案 105年11月10日星期四 邀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李主任委員瑞昌 就現行股市量能流失之具體因應辦法 進行專題報告並被諮詢 討論四項 一 審查本院委員賴斯堡等21人 擬據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1條文修正查案案 二 審查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擬據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4 第43條之5及第171條條文修正查案案 三 審查本院親民黨黨團擬據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4 及第174條條文修正查案案 四 審查本院委員曾明中等16人擬據證券交易法第28條之4條文修正查案案 基因委員賴斯堡 本院親民黨黨團代表委員李鴻君 委員曾明中說明提案要旨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李主任委員提出專題報告 並回應委員黨團提案後 既有委員曾明中等15人提出資訊 經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李主任委員財政部 蘇政務次長及相關人員已以答護 決定 一 報告及審檔完畢 二 委員林德胡 承賴數美首題書面執行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並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書面答護 三 委員執行位及答護部分 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一一昨天以書面答護 四 委員執行中要求提供至相關資料 一請你期限內送交各相關委員 決議 第一案 審查本院委員曾明中等16人 理據證券交易法第28條之4條文修正查案案 一 審查結果 第二 修正為前款以外之無擔保公司債 其發行總額 不得已全部資產減去全部負債已有之二分之一 其已經照案通過 二 本案頁以審查完聚寧寄審查報告提報宴會討論 宴會討論前不惜交由黨團協商宴會討論時 由賴召集委員士保補充說明 第二 審查本院委員賴士保等21人 理據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1條文修正查案案 一 審查結果 照案修正為 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取得任意公開發行公司 已發行股份總額超過10%之股份者 應已取得後10日內 向主管機關申報其起的股份之目的 資金來源及主管機關所規定應行申報之事項 申報事項如有變動時並隨時補證之 不經由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 對會特定人為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之有價證券者 除下列情形外 應提出既有履行支付收購對價能力之證明 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公告特定事項後 使得為之 一公開收購人意定公開收購數量 加計公開收購人與其關係人 已取得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總數 為超過該公開發行公司 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5% 二公開收購人公開收購其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 超過50%之公司之有價證券 三其他符合主管機關鎖定事項 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意定 取得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合後 不動產證券化條例之不動產投資信透 收益證券達一定比例者 除符合一定條件外 應採公開收購方式為之 一第二項規定收購有價證券之 範圍條件期間關係人及申報公告事項 與前項有關期的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合 達一定比例及條件 由主管機關定資 對會特定兩位公開收購不動產證券化條例之不動產投資信透收益證券 應先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公告後 使得為之 有關收購不動產證券化之收益證券之範圍 條件期間關係人及申報公告事項 第三項有關取得不動產投資信透收益證券達一定比例及條件 由主管機關定資 二本案頁以審查環境領及審查報告提報宴會討論 宴會討論前不惜交由黨團協商 宴會討論時由賴召集委員士保補充說明 第三項審查本業時代力量黨團領及證券交易法第43條知識 第43條知識 第171條條文修正查案案 本業親民黨黨團領及證券交易法第43條知識 及第174條條文修正查案案 一審查結果 經保留送宴會協商 二委員證明中等人手提第43條知識 及第174條條文修正動議 亦一併保留送宴會協商 三本案頁以審查環境病案 寧據審查報告提報宴會討論 宴會討論前 西交由黨團協商宴會討論時 由賴召集委員士保補充說明 通過臨時提案試案 宣讀完畢 請問各位委員對於上一次會議的議事錄有無異議 好 沒有異議我們就確定 請議事人員宣讀今天的議程 討論事項 審查中華民國106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有關財政部國庫署 戶稅署 台北國稅籍高雄國稅籍 北極國稅籍及首屬 中極國稅籍及首屬 南極國稅籍及首屬 財政資訊中心稅數預算部分 宣讀完畢 謝謝我們請 請 接下來請我們財政部 許部長報告相關的預算案 謝謝 請 指席各位委員先進大家早 貴委員會今天審查106年度本部 國庫署 付稅署 五區國稅局及首屬 及財政資訊中心稅數預算 本人曾邀率同主管同仁列席報告 深感榮幸 那我們財政部編列了285億800多萬元 繳105年度的預算數增加15億4千多萬元 主要編列內容僅分數如下 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五條規定 對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補助150億7千多萬元 補助行政院公營失業密化基金75億4千多萬元 國庫增資中國輸入銀行50億元 被亞洲開發銀行第12期亞洲開發基金 第一年捐助款9千多萬元 繳納亞洲開發銀行增資款1億5千多萬元 繳納中美洲銀行增資股款3千多萬元 辦理合作金庫及兆豐兩家金融控工 四股作業經費3千多萬元 人員維持費3億4千多萬元 基本行任經費2億1千多萬元 國庫署的部分呢 我們編列了1232億9千多萬元 繳105年度預算數減少127億4千多萬元 主要編列內容僅分數如下 國債付席及經理1千120億 24億3千多萬元 撥補地方政府統籌分配稅款 短手補助1百億6千多萬元 撕裂煙品茶几作業經費2億7千多萬元 公益彩券回歸金分配作業經費1億元 人員維持費3億800多萬元 基本行任經費1億2千多萬元 戶稅除部分呢 我們編列了136億7千多萬元 繳105年度預算數減少1億4千多萬元 主要編列內容僅分數如下 一 統一發票及獎及推行經費105億6千多萬元 地方政府遺產及正義稅款短少補助22億7千多萬元 地方政府土地增稅款短少補助4億1千多萬元 黃字煙品稅間逃脫經費3千萬元 人員維持費3億4千多萬元 基本行任經費3千多萬元 台北國稅局的部分呢 編列了23億6千多萬元 繳105年度預算數減少8千多萬元 主要編列內容僅分數如下 人員維持費19億2千多萬元 基本行任經費4億3千多萬元 高雄國稅局部分呢 編列15億4千多萬元 繳105年度預算數減少2千多萬元 主要編列內容 人員維持費13億3百多萬元 基本行任經費2億4千多萬元 北區局國稅局所屬部分呢 編列27億4千多萬元 繳105年度預算數增加2千多萬元 主要編列內容僅分數如下 綜合計算所辦公廳設取得計畫所需更需經費2千多萬元 羅東計算所辦公廳設取得計畫所需更需經費8千多萬元 人員維持費20億8千多萬元 人員維持費20億8千多萬元 基本行任經費5億5千多萬元 中區國稅局所屬部分 編列22億5千多萬元 繳105年度預算數增加3千多萬元 主要編內容僅分數如下 人員維持費14億1千多萬元 基本行任經費2億5千多萬元 財政資金中心部分 編列12億2千多萬元 繳105年度預算數增加1億1千多萬元 主要編列內容僅分數如下 建構財政雲端服務網計畫所需更需經費8千多萬元 強化商品流程 溯源追蹤與誇域稽查整合計畫所需更需經費6千多萬元 電子發表服務要升計畫第一年經費1億3千多萬元 付稅服務續接計畫第一年經費3千多萬元 人員維持費4億5百多萬元 基本行任經費4億9千多萬元 以上報告 敬請各位委員會與支持指教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許部長 接下來我們開始巡答 在巡答之前先做如下宣告 各位委員每人8分鐘 然後得以延長2分鐘 上午10點截止登記 各位委員如有預算等等的提案 請在11點前送到主席臺便於議事人員整理 請登記第一位的吳秉瑞委員質詢 吳委員請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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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他那个会议里面有提到说 因为这个从整个政策从实价登陆而来 那实价登陆之后 现在各县市的这个土地的公告限制 约略是市价的九成 对不对 那因为他们认为公告地价的 这个占市价的比例偏低 所以要求要照过去三年 公告限制调整的幅度 不能低于那个幅度来调整 那据计算那个幅度大概是四十几% 但是后来各县市政府平均大概调整了 百分之三十左右 调整完之后的公告地价 现在大概是占市价大概两成多 两成五二 二五二嘛 百分之二十五 那现在发生这个事情就是说 因为今年年初啊 去年年底跟今年年初的各县市的这个 这个地价评定委员会 就评定了这个价格 基本上也是照这个要求 但是大概是调了三十%左右了 这个调整的结果 很多地主高呼受不了 这是媒体还有各地都反应 但是有一些社运团体认为说这样还太低 认为这样还不够 所以啊 我现在就要问你请教一个问题 现在本来你们的政策 有一点弹性就是说 那今年啊 如果在十月 十一月三十号之前 符合自用住宅资格来申请自用住宅的 你们可以让他们今年就照自用住宅的这个 地价税的比例 这个税率来缴这个地价税嘛 对不对 对 那这一部分的帮助 可是你没有发现 这两天桃园市政府出招了 桃园市政府 跟桃园市的民意代表联合要求 他们今年希望调整的地部分 地价税调整部分 他们说今年打六折 明年打八折 后年再恢复百分之百 这个你有什么看法 跟委员报告 那民国76年啊 那时候全面公告地价 大概有九年到十年没有调整 那当初的公告地价啊 大概调整了三倍到四倍 所以以那个时候来看 其实涨很多 那现在这一次呢 全国平均呢 是百分之三十点五二 所以说我说情况啊 是有点不一样 另外就透过刚才委员所指教的 就是说 自用住宅用地的部分 有一些确实舒服掉了 所以说我们能够换宽到 这个十一月三十号之前 我的问题是桃园市政府这个主张 你是赞成还是不赞成 没有我们已经答复这个桃园市政府了 你说这个地价税是地方税 所以如果他的地方政府愿意自己 来打折你们也不赞成 基本上因为这个是 应该说最好是全国比较 因为你可以透过其他方式解决 第一个第二个呢 另外也可以透过分期缴纳 或者延期缴纳方式来解决 分期缴纳延期缴纳是执行面上面 如果对于现在没有现金的人一个宽限嘛 那我想这个不是只有在税的缴纳 行政执行也一样 我跟你说这个有两个效应 你考虑一下 桃园市政府这样的主张 照我来看很聪明啊 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同意他 那他可以跟缴纳地价税的这一些 高呼受不了的讲说我要给你打折啊 中央政府不同意啊 所以中央政府不同意 桃园市政府愿意打折 是中央政府不同意 那中央政府要把这个责任负起来 是这样的意思哦 那如果你同意 问题是其他的县市 有没有比照 或是其他县市他愿不愿意这样 因为这是地方税嘛 对 那照理来讲地方税 如果桃园市政府他愿意主动调整 桃园市政府自己负责任 你们财政部如果有意见 就变成中央单单单起来 这个这个我是跟你讲说 这个效应是这样 那你自己考考量这个效应 你觉得怎么样才是合理的 我想地方市的条例本身 你真的要定定 你自己定定嘛 也不需要把我们财政部核准 我们财政部依照现行税法规定 没有说什么打折的问题 那就是说地方政府 如果对于地方税 给予优惠没有全国性的一致性的话 财政部是不同意的 好那我跟你讲 回到问题的本质 我刚刚讲 平定地价 这一次有人高呼受不了 但是他总共公告地价 才占全部的市价的25.2% 是你讲的 20.52% 调整完之后 对 调整完之后 调整完之后只有20% 20.52% 对 那社运团体要求你接近市价 你不要讲说完全跟市价一样 九折是公告限值 那你公告地价 为什么不能八成呢 我现在是 我不是说我赞成这样 我是说 社运团体要会这样主张啊 问题在哪里 问题是在于你这个税制 当初从市价登陆到现在 你整个制度没有跟着走 因为 如果只有光看在价值的角度上面来讲 那你公告地价 为什么跟市价差这么多呢 只有五分之一呢 要求接近 不要说完全一致 因为地价是浮动的 八折七折 相当合理嘛 所以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是将来 如果要抬高这么多的税机 你是不是应该要考虑税率要降 这样子的话 人民的税负才不会一夕暴增啊 尤其是自用住宅的部分 更要降了更多 有很多地方 之前的行政院陈院长 早年的陈冲陈院长有讲过 有的地方居住 是基本人权 所以他的 如果是自用住宅那一户 有的国家是连税收都不用缴的 地价税 是没有税金的 所以 要不要借用这一次 做一些研究 如何 把公告地价也接近市价 但是同一个时间强调同一个时间 你的税率也要降到合理的程度 否则的话这个问题 每三年会让你痛一次 每三年每三年都一定会 卷土重来 到时候又争议说 调不够 有的争议说调这样我受不了 所以 利用这个机会做政策的研讨 同一个时间我要在这边建议你 有建议全世界只有台湾 才累进税率 这才这个累进税率 合不合理 一并检讨 尤其现在这个累进税率 更夸张的是 单一县市累进税率 如果那个地主在台北市有土地 新北市有土地 台中市有土地 他没有累计 如果他不到每一个县市的基本量 那 如果是都刚好在同一个县市 他就超过那个基本量 才累进税率 这样子的税捐设计 其实是 背离的公平的原则 所以某一个角度来讲 将来如果财产总归户 都电脑连线 也很奇怪啊 他的土地有可能在每一个县市都有 他的土地的持有价值比 别人都高 但他没有被累进到 某一个人 他的土地都在同一个县市 他其实没有那么多 但是他就被财累进税率了 这个能不能在整套政策的配合 调整当中 一并来检讨这个问题 跟委员报告 因为这个牵涉到土地政策 平均的条例 所以这部分我们会 会同内政部来通盘研议 对啦我的意思是 我也没有叫你今天就一定要答复 我是讲说我个人的看法 政策的方向 要解决这个 三年一次 三年一次 三年一次的争议 你只有把公 因为实价登陆了嘛 所以你将来的公告地价 也要接近实价的七成或八成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税率 税基就太高 跟现在的税捐比起来的话 那你同一个时间要用降税率的方式 取消累进税率的方式来处理 你想想看 一个有一千万土地的人 他缴纳的如果没有累进税率 他已经是一个一百万土地的人的十倍啦 他本来他土地多 他的价格高 他本来就付出比较多的代价 你这个时候再给他累进 可以从千分之十累进到千分之五 那有可能是 人家的 一千万土地 我假设那个比 我不知道真正的价格是多少 但比起来 有可能是 超过二三十倍不止 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子 并不一定公道 那 另外一点 我也要谈说 你这个东西 要考虑到你整个税 是要做长远的研究 整个完整之后再端出来 而不要还没有政策决定的时候 就讲 所以我是觉得 你今天在对桃园市这样子的态度的话 我只提醒你 我这是提醒你 我没有一定的看法 我只是提醒你 这样的话 中央政府就是把这个事情揽在自己身上 因为你不同意桃园市打折 那你不同意桃园市打折 其他的县市政府都说 人家财政部就不同意桃园市 是打折的 所以我们都不用打折 于是全国对这一次地价税调整不满了 箭头就会到中央政府来 我只是提醒你这一点 那如何来因应 如何来 政策上做更周延的说明 让这个民怨不用这么大 或是说做合理的解释 让大家可以接受 这是财政部的功课 好不好 要加油 谢谢 好 我想接下来 我们首长在上台之前的话 不用再向本期行礼 我们为了节省时间 接下来我们请正明中委员咨询 谢谢 谢谢 谢谢主席 麻烦请部长跟官务署的署长 部长署长请 来 郑伟林好 部长好 署长好 好 我们今天要跟部长 跟署长讨教的是 到底财政部也好 或者海关也好 过去怎么查气 左思疑惑 我们来以看 最近的房仪来看 102年到104年 进口是29万公斤 但是台北批发市场 就有122万公斤 就还不讲其他县市 那这些 我也今天一大早 也跟农委会确认过 国内几乎没有养殖 所以这很多的绝大部分 都是进口的 不是进口 不是正式进口 正式进口只有29万公斤 那你看台北批发市场 就高达122万公斤 这几乎都是走失来的 部长 署长 怎么查气 那目前这部分呢 我想我们关外的部分 第一个是海巡署 因为是在境外 对不对 另外当然有通关的部分 当然是我们海关的 不过程主任 这个委员所讲的 有很多 不是透过 这个正式进口的 那因此渔船走失 这部分呢 除了海巡署以外 当然我们财政部 海关 气势庭 这方面可能要尽到一些责任 你看他桃肉的税是 进口税27 盈费税5% 所以桃肉税间高达32% 另外最让人忧心的是什么 他这些用药进口的 这些非法进口的 这些祖师的疑惑 到底用药的情况怎么样 到底没有经过任何检验 那还不是只有黄鱼喔 像海鲤 鸿肝 加腊 免鱼 那像海鲤 鸿肝 加腊 很多还是做生鱼片 所以我意思说 部长跟署长 为了维护台湾地区民众的健康 尤其我们很多的鱼 吃生鱼片 你来路不明的鱼后 会伤害民众重大的身体健康 我要求部里面 跟官务署要会同荣委会 去拟定相关的查记办法 荣委会那边我也会去咨询 部长 这个要多久 我们两个礼拜 好 两个礼拜 拟出相关的查记办法 因为你来路不明的鱼 万一真的被当生鱼片 端上桌 这对全民的健康有重大的影响 好 我们往下看 部长你晓不晓得 台新金的外资股东Sofet 他要依照台新经济伙伴协定 对财政部提出国际重谈 要求归还张银的经营权给台新金 你晓不晓得这件事情 我晓得目前经济部正在处理 早在今年的6月15号就第一次发文 那现在10月20号就正式发文给经济部 那现在经济部正在处理 财政部的立场呢 我们还是一切依法办理 因为这一部分就是他提的有没有道理 那我们根据他所提的 我们市长也请他提出一些文件出来 部长 你不要轻视这件事情 因为他是有备而来 所以希望财政部最周全的准备 你不要因为真的他打国际的重财 把台新金的 把张银的经营权真的还给台新金 我希望财政部要最周全的准备 你不能讲说依法办理哦 我想会 因为目前我们也充分来配合经济部 会召开相关会议 好 下一个 张银什么时候改选 明年9到7月 6到7月左右 明年对不对 好 行政院是不是正在研议 让台新金要以公开收购的方式 增加对张银的持股 行政院或者是党部 民进党的党部是不是正在研议 让台新金以公开收购的方式 增加对张银的持股 有没有这件事情 目前起码我个人还不晓得这件事情 确实没有这件事情 我不晓得 好 你不晓得 那跟你讨教 假访党部也好 或者行政院也好 要求财政部同意 以台新金以公开收购的方式 或者其他从市场买进的方式 增加持股 比如说正现在是22.5% 增加到40%或者50% 那财政部同不同意 基本上我们我想张银本身 我想应该不会同意 因为他现在经营状况 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假设党部也好 或者行政院也好 要以公开收购的方式 台新金增加持股 财政部不会同意 讲清楚吗 张银不会同意的 不是张银没有同意 我说财政部同不同意 而且这个也要向金管会提出申请 你不要管金管会 金管会有礼拜师会问 财政部同不同意 这关系到你的股权的问题 关系到你对张银的控制权的问题 部长 赞成还是不赞成 基本上我们不太赞成 我们家基本上你不赞不太赞成 赞成就赞成 不赞成就不赞成 是赞成还是不赞成 部长不要迟疑吧 赞成还是不赞成 一句话 署长 署长你没有这个权利答这个问题 我要这个政策上的问题 因为目前呢 其实我们张银股权战的大部分 我请教你一个问题 就是到时候假设行政院或者现在党部正在研议 要让台金金增加股权来取得张银的经营权 部长你是赞成还是不赞成 因为现在根本还没有这个讯息啊 我先我政策上 我先政策上请教你啊 现在我已经听到风声啊 现眼睛正在研议啊 很快命令都下达到财政部啊 那我觉得你做财政部的看法 政策上你是赞成还是不赞成啊 这这么简单的事啊 你不敢讲啊 不是不敢讲 因为现在根本还没有发生的事啊 那我给你讨论一下 你是赞成还是不赞成 部长 赞成还是不赞成 不赞成啊 好 不赞成 好 我 您在公开场合 你讲了 你不赞成 好 我赞配您的这个 这个决策的这个 勇于担当 好 下一个问题 大额的课税 欠税的问题 今年7月1号 重大欠税的金额有高达 879亿 那依照税间基金法 23条第五项 它追赏的期间 到明年的3月5号 就依法不能再追索 部长 有没有什么的具体措施 那这部分啊 当然我们会来研译啦 因为这部分 虽然啊 这个 假如在延期的话 当然啊 可以追回部分而已 但是不过 我们会来 审慎的研译 跟你讨教的问题 那些名单啊 那大额的名单啊 你没看过 有 我也 事实上有很多 几乎都重复的啦 没有错 很多重复 但是有些 到现在 你仔细看哦 有些是到现在 经营 还在经营企业 而且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哦 我一定从头把它看到后面 有一些还在 还在做经营企业 而且非常成功的 所以我希望 希望 财政部 因为你看 大小老百姓的税 你都要追偿 那这些大的企业家 虽然过去 经营失败 有欠税的情况 但是你从名单 从头看到尾 还是有很多现在 资历非常雄和的企业家 所以希望 为了实现 租税公平正义 并增加税收 我希望财政部 在三个月里面 尽快提出秀华草案 这有没有问题 我想这部分 我们来审慎来 来研议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啊 我们了解 假如目前 他有现金 或者有财产的话 我们会赶快 移送到 行政执行署去 移送执行 我给您 刚刚报告过 里面有一些 现在这样非常活跃的 政治的企业家 你管说嘛 你管说 他的脚肉不骗你 你假设一些 已经跑掉了 或者一些没有资历的 没有用 但是 你从头把它看到尾 真的有一些 到现在活跃在企业界的企业家 你只要管他管说 管说这部分 当然是法务部 行政执行署的全责 那确实 我们在报章杂志偶尔看到 那有一些 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规避的话呢 在之前用规避方式 逃避租税的话呢 事实上管说 也是很好的方式之一了 对 我希望您跟 华物部执行使能够 充分的合作了 您只要把那名单 从头看到尾 我真的把从头看到尾 您还是很多的 那些欠税者 还是有很大的执行攻坚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郑委员的咨询 接下来 我们请黄国昌委员咨询 谢谢主席 马上有请部长 部长请 黄伟宁好 部长您好 第一个问题 今年税务人员奖金编多少钱 我上面这数字对不对 一万三千六百万 一亿三千六百万 没关系 你数字慢慢对 你知不知道立法院之前 有做决议 没有法院基础 以前不能再编 那这一部分呢 我想就是说 因为相关机关都有类似的奖金 那我们目前 你不要把其他机关扯进去嘛 我现在是请教你 知不知道立法院之前有决议 没有法院以前不能再编 知不知道 可不起部长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您知不知道 晓得 你晓得嘛 那为什么在编 立法院的决议不是很重要 可以无视 因为后来立法院大家还是同意 立法院所谓大家同意 我不知道您讲的大家是谁 我的立场很清楚 我在之前 四月份咨询的时候 我已经讲过了 如果没有法院的话 这笔奖金 不准编 你们今年又再编了 那本席一定 提案 全数冻结 倒由法院依据为准 我认同 税务人员 要不要有奖金这件事情 大家可以合理的讨论 你要留下一些优秀 辛苦的税务人员 给他们适度的奖励 我也赞成 但是 法治的原则 就是法治的原则 我希望财政部 你们如果继续要保留这笔奖金的话 该提什么修法 负责任的 赶快提出来 部长提出修法 有没有困难 还是你有困难 需要本席帮你提 因为这一部分 因为牵涉到 因为不只我们 我们财政部而已 还有很多其他机关 他都同样 都有法式化的问题 对啊 那我们就行政院一次提修法 不是很清楚吗 是 部长赞不赞成 我们希望这样子啦 因为所有机关都 不是你希望的问题啊 今年预算马上就要处理了 部长我郑重的给您一个 很好的建议啊 是 行政院院会的时候 把这件事情提出来 那行政院如果要提修法 负责任的提出来 那行政院如果没有要提修法的话 代表这件事情对他来讲 不是那么要紧啊 那你们如果自己都觉得不要紧 到底立法部门 还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容认 这种没有法制化的奖金 到什么时候 下一个问题 地价税科税的标的啊 请教一下部长 应该是税务的专家 是土地的本体 还是对土地使用支配所管理 产生的使用收益之息 土地本身 你确定吗 对 因为你地价税对土地持有税嘛 地价税是一个持有税 来 地价税的性质 是对于土地的应有收益科税 这个是对于土地可支配管理的 使用收益之息利益科税 这不仅仅是税法的专家讲的 他同时也是我国最高行政法院 这也是我国最高行政法院 对于整个地价税 它的本质 所做的意见表示 我现在告诉你的是 不管是理论 或者是实物 它科税的本体 不是财产之本身 而是财产应可得知收益 这个观念很重要 为什么这个观念很重要 来 公共通行的巷道 像我现在图上面所示的这些 部长你觉得应不应该科地价税 法定空地那个是不需要的 除了法定空地以外应该是 还是要 现在部长您的法律见解是说 如果是法定空地的话是需要科税 如果不是法定空地的话 就不需要科税 您的意见是这样吗 这个是根据目前 现行税法的规定 根据目前现行税法的规定 是这样没有错 我现在就要请教你 为什么继承道路 同样是公众不特定人使用的交通目的 继承道路可以免征地价税 法定空地 作为道路供不特定人使用 他自己没有任何使用收益之可言 他为什么还要征地价税 你们现在在有关于土地税减免规则 因为这个是规定在行政命令里面 是你们做的决定 所以我现在就要挑战 你们这个决定的合理性跟正当性 来部长说明一下 因为它属于建定的一部分 所以说就应该可以 你的意思是说保留的法定空地 即使公不特定公众之使用 也应该成为地价税科税的标的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你区别的正当性基础在哪里 我们要谈租税公平 你就要告诉全体的纳税人 我们的区别对待有个理性的基础 现在我正在请教 财政部 你们土地税减免规则 在这边做区别对待的理性基础在哪里 我会说明一下 不是啊 部长你自己 如果连这个减免规则 你自己都没有办法辩护的话 那你要怎么说服大家 没关系啊 署长你要代答也可以啊 喂好 那我简单说明一下 其实当时这个土地会减免规则 之所以把那个就是属于 一般就是建筑用地 然后后来建筑完成以后 提供给公众使用的土地 排除于这个免税的规定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呢 当时在整个建筑使用的过程当中 它就是一个建筑使用的面积 然后呢虽然后来它开放了一些 就是依照建筑法的规定 开放了一些空间 供这个民众大众使用 但是毕竟它还不是一个 就是我们一般公众的大陆用道路用地 所以当时之所以 没有啊 一般的公众道路用地 即使是私人的土地的话 只要是继承道路的话 你还是免征地价税啊 这是属于私人的土地 这个性质不用再增值了 那我现在的问题是说 同样是私人的土地 那只因为它是法定空地 所以你就要课征地价税 你区别对待的正当性基础在哪里 我到现在还没有听出来啊 这个跟委员报告 其实这个当时也有那个就是相关的地方政府提出过修正的建议 那我们也有去恰过 因为这个是属于地方的税基 所以我们也去恰过各地方政府的意见 那部分的地方政府是还保留这个应该 哪些地方政府赞成 哪些地方政府反对 可不可以公布 因为你现在把皮球踢给人家了嘛 那委员我们是不是 我现在请教你的是 区别的正当性基础在哪里 纯粹从税法的原理来讲 你讲不出来 你把皮球踢给地方政府很好 哪些地方政府赞成哪些地方政府反对 是不是可以公布出来 我那个因为现在手臂没有这个资料 没有关系 你会后给我 事后提供给我 你会后给我就好了 我要另外一个跟你讲的是什么 你们告诉我说 法定空地是申请建筑获准的必要条件 那所以什么 所以你们维持现行的规定 我要问你的是 骑楼走廊公共共通行 你们收不收地假税 我们是有减真啊 对啊 那你骑楼走廊一样啊 一样啊 是私人的土地流出来公共通行 你们有减真啊 那你们其他法定空地是 如果是道路不准减真 如果你把它搞成骑楼可以减真 我的老天啊 这个理性的基础在哪里 从我们刚刚的讨论 从我们刚刚的讨论 财政部大概是讲不出一个道理 那你现在把责任推给地方政府 没有关系 会后哪些地方政府反对 让公用空地公公共使用的 竟然不能减免地价税 把那些地方政府的意见 让所有社会大众知道 来 最后一个问题 那个电动车啊 货物税啊 的减免 我们之前啊 为了要 绿能嘛 环保 那因此在 2011年的时候有修法 那现在 延一次了以后 我们现在电动车货物税 的减免到明年1月27号就落日了嘛 那你看减免的税额齁 小客车太旧换新 三个月就减免了5亿 电动车两年才2亿多 那接下来 财政部的整个政策的方向是什么 还会继续减免吗 这部分啊 因为我们尊重主管机关 事实上我们很早之前啊 就洽了经济部一见 他一直还没有回复 你什么时候洽经济部的 9月2号 我们9月就下经济部了 那这样子要拖到到什么时候 我的意思是啊 如果要再公告延长的话 deadline到什么时候 deadline到什么时候 那这部分啊 因为涉及修法了 然后呢 没有啊 他说行政院可以是实际的情况 决定是否延长减免年限啊 那你们什么时候要做决定 那当然我们就配合经济部 经济部一直不过来 我们不能说帮他帮他 因为这个 是产业政策 他需不需要对于电动车 来免征货务税 是他要先提出来嘛 我们再评估嘛 这个我了解啦 是 部长我今天提这个问题给你 我不是在怪你啊 我要让你有个机会跟大家讲 是经济部在摆烂 那我给你一个良心的建议 你们不是每个礼拜都有开行政院院会吗 行政院院会的时候提出来啊 问经济部啊 说你什么时候要做一个政策的决定 你可以让全体的国人 大家有一个心里的预期嘛 知道我们现在的行政院 整个政策走向是什么吗 在行政院院会 你们开行政院院会 可以讨论的事情 每个礼拜碰面 应该不是行以如意吧 各个部会之间沟通的事项 可以直接提出来谈吧 我想我们直接跟经济部也可以沟通了 对啊 你之前没有跟经济部沟通过吗 我本身还没有跟部长沟通啊 好 那就麻烦部长喔 先去找部长沟通 如果他还是继续这个样子的话 可能提到行政院院会 大家讨论 你总是给大家一个清楚的政策方向 这样好不好 可以 OK 好 谢谢部长 谢谢 好 谢谢黄委员咨询 接下来我们请赖世保委员咨询 主席各位先进行请一下部长好吗 部长请 evangelicalssystemnet 北压 参与 strategically 在屌群 那里 在屌股 北压 有一部分 不是w 你買過沒有? 有啊有啊有買過東西啊 買過什麼? 買過或者買過game嗎?什麼的? game沒有啦 game沒有啊 angry bird沒有什麼的? 沒有這個沒有了 我跟你講喔 你知不知道財政部啊貴部啊 準備規劃對App Store 裡面下載附會的APP啊 iTune啊 Agoda LINE的貼圖啊 你們現在要求涉及納稅 要建構一個跨境電商的平台 而且你們要求說 只要連營業額超過48萬的就要涉及啊 因為大家都知道啊 如果你認真算啊 LINE那個貼圖啊 我們大家喜歡LINE來那去啊 貼圖啊 那個貼圖啊 這個貼圖啊 貼圖啊 在104年貼圖收益高達新台幣啊 有88億啊 去年88億 貼圖 光賣這個貼圖啊 就快100億啊 所以你們要課稅 嗯 很有道理 我覺得應該課 應該課 你要不要講一講 這一步你們怎麼去 我剛剛說提到了喔 App 你們去買 你們要課 iTune要課 Agoda要課 貼圖要課 跟委員報告這部分我們行政院的法案已經送到立法院來了 我們當然希望能夠儘快通過 因為主要第一個國內國外的一個不公平 因為我們屬於受給我們國內自然人的話 目前是由消費者端來繳稅 事實上實際情況根本 叫做逆向課稅 對 逆向課稅 這不好嗎 對 所以說我們 現在還在逆向課稅嗎 目前還是 那你說不好要退人家 沒有 我們修法案已經送到立法院 我們希望能夠儘快的立法通過 而且目前OECD歐洲我們鄰近的日本韓國都有類似的規定 我知道啦 但是我現在講是說 既然你知道逆向課稅不對 你還要課嗎 沒有 還沒有修法之前只能這樣子啊 因為現影規定是這樣子的 但是事實上 那你們能不能先規定就直接跟他們廠商課了 難道這不行嗎 沒有啦 因為你沒有法院 人家不一定不能照做啊 不理你啊 只能道德勸說而已啊 就像目前的Uber Uber 目前我們也只能 這個 就所掌握到的稅 那個那個 金流 能夠去課而已啊 那總是有限嘛 你今天假如這種 來這邊辦了稅集登機以後 完全不一樣 我們今天是 11月14號啦 是 前幾天剛過了這個 所謂的光棍節 一天啊 金額成交了一千兩百多億人民幣 台幣五千七百億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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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裡面全球超過十億包的包裹數 這一部分 我們台灣的稅有沒有可大啊 這一定跑了台灣啦 一定跑了很多啊 有沒有 沒有 現在因為國外進口的部分 屬於貨幣 貨幣的部分啊 一樣有三千塊以下免稅的一個優惠 但是我們後來關稅法也修正通過了 準備訂定相關的 假如同一個寄件人 寄到我們這邊拿一下 同一個收件人的話呢 在一定的期間呢 次數 我們可能就認為 不適用這種優惠規定 時間多長啊 比如說我一天到晚收到 每天收到一個包 每天收到一個包裹 我們好像半年好像六次吧 半年六次喔 超過半年六次就課稅了是吧 就不適用這種優惠 對嘛 就課稅嘛 你現在優惠三千嘛 就不優惠了嘛 對對對 那你怎麼知道 比如說我半年十次 你怎麼知道我十次進口 沒有就是由我們海關這個 進口郵包的時候 我們會檢查 就只要超過六次就開始課了 對 這個不是很厲害呢 不過總是這樣子 因為其他國家也有類似規範 否則的話 你會造成一個流幣嗎 我知道 但是這一部分你課到多少歲 要不要跟我們講一下 現在課到多少歲 目前就是 目前課到多少歲 個別去查核啦 對我知道 課到多少 南傘課到多少 就電商這一部分 課到多少 跟我們講一下 應該是有180億左右 應該是有180億左右 180億左右 180億喔 這樣很多咧 這樣效果不錯喔 確定喔 去年十一月開始到現在 一年時間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這個是 一年的時間 不是我是說 一個月份 一個月180億喔 其實說清楚喔 一個月180億 一年兩千多億喔 抱歉應該是18億 18億 我差一點點差很多咧 要說清楚 一年18億乘以12 那就是 36 18億 兩百多億喔 一年兩百多億喔 喔 這很補耶 因為這樣子其實 因為這部分我們也要檢討 門檻的問題 因為其他國家當然都有類似這種 貨物門檻的規定 只不過 你們是過人來過送 目前啊 你覺得一個月18億你覺得 不是 很滿意還是不滿意 目前那個三千塊以下免稅 我們也要檢討 是 往下檢討 往上檢討 往下檢討還是往上檢討 往下 往下 就是 要更嚴格啦 對嚴格一點 那你乾脆就通 因為這部分啦 因為不公平為什麼呢 國內 一兩千塊 都要課稅啊 那你乾脆通通取消啦 三千塊可以取消嗎 可以取消可不可以 沒有 全世界各國還是都有類似 全世界平均多少 平均啊 大概 有些 有 一千塊 兩千塊三千塊 四千塊都有啦 都有 所以你砍個對子好了 一千五 這部分我們還要 配合 一千塊啦 將來電商啊 就是跨境電商通過以後啦 我們希望能夠同時實施 另外一個啊 美國的資訊中心啊 透過財稅資訊中心 透過整病 資料的整病喔 跟雲端的運作 四年替美國省了 三十六億美金啊 三十六億美金啊 我們這一部分喔 我們的 我們的雲端計畫 我們省了多少錢 要不要講一下 你們的效益 讓你們吹吹牛啦 讓你們講一下 多麼的豐功偉業 講一下 美國人家 人家是 我剛剛提到四年省了 快四十億啊 等一年省十億美金 你省多少 告訴我們 是是是 報委員 這一段我們還沒有具體的統計 蛤 我們還沒有具體的統計 這機會 讓你們吹牛機會沒有 省了多少錢 蛤 好 去算一下 去算一下 一個禮拜給我們 好不好 一個禮拜一內給我們說 四年跟美國比較 還是虧本的 我不知道 好 你請回 最後一個啊 那個部長啊 那個部長啊 是 我看 這個川普啊 大家都以為他 認為他 這個我們叫相瘋子 kind of 他 人家有人說 政見不一定兌現啦 什麼要足長城啊 不會啦 TPP幹掉 可能不會啦 這個不會那個不會 可是有一個大家知道 一定會做的 就是他 之所以這一次票拿那麼多 有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他 對於 不管高所得低所得 來一個大幅減稅 對個人來講 從七級改成三級 最高一級 從三十九點六 降為三十三 然後呢 他的所謂的 這個扣除額也把它提高了 就是免稅額也提高了 等等啊 雖然按照他的方案 我看一下資料 對 有錢人減更多 對窮人減少啦 其實 是 是更不公平啦 可是不管怎麼樣 就有減來 大家都有減嘛 然後又另外一個他要求 因為新的保護主義 一定出來大家認為 然後他嘴巴講了說 Apple給我辦回來 他希望未來創造 兩千五百萬個工作機會 是 這種情況之下 川普如果一上來 會不會造成全世界 在這裡比較一個 稅負的比較 就是 大家會不會 各國之間都往 減稅的這一部分去走 那麼特別你們也在規劃 一個叫做外資的稅 跟內資的稅不一樣 是把外資提高呢 還是內資減少 現在看起來你們方向是要往 內資往下降 的這種方向走 你要不要回應一下 跟委員報告 這一部分當然 他在選權做了這些公開的證件 但是呢 尤其牽涉到稅法修正 一定要經過國會同意 所以說未來我們也密切注意 國會 每個國會通過以後 到底是多少 是啦 我問你的是 你會不會有這個壓力 還是你要不要開始 未以籌謀 趕快去討論 想這個事情 萬一他降 這些錢都往那裡跑啊 你怎麼辦 其實 你怎麼辦 我問你這個 你要先想這個事情 其實目前 當然 以我們目前的資金來看的話 其實我們台商 絕大部分還是在大陸投資的 大陸投資 還是要慢慢開 第一遍 市民主委 如果 南這個北海公司 那將來 市民主委 要來 我們會提供 聯盟的機構 還有 市民地雅峰 扶未 ja 能erman 公共 福建議 extraction 哈 equal 所謂的 存資 inspir 部长请 卢卫尼好 部长辛苦了 部长 这个川普的魔咒还是蛮大的 我刚才看了一下股票 又跌跌不休 又跌了 而且跌的幅度还蛮大的 本来九点半看跌五十多点 那到刚才七八十点 那不晓得还会不会继续再扩大 那不过呢 这时候我们应该要关心股市 因为第一个呢 如果说这个股市不好的话 你明年的税收也一定不好 那第二个呢 如果说上市贵公司 他筹不到资金 没有办法从股市拿到资金的话 对国内的公司也会有影响 那国内公司经营不好 没有资金 员工他的就业也会有影响 那当然我们一般的民众 他没有投资的管道 所以我们应该关心股市 上个礼拜的那个 李瑞昌李主委来的时候 他有提到 他对于曾民宗委员所提的 就是当冲 根据净额来课税 他表示说可以研究 也可以认同 你们的次长也在这地方 做正面的答复 不过呢 次长究竟不如部长 所以我想了解一下部长 您对于 这个当冲净额 扣税这个事情 有什么样的看法 这么赞成 那什么样的进度 好 跟委员报告 我想这个实施当日冲销了 很多国家都有 那这些国家 有部分的国家 它是有课征正经交易税 或者类似印花税这种性质的 所以当然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 这些国家 到底 他也 虽然有当日冲销 但是他没有按进而来课税 所以我们要先了解 一个假如一个全世界 都没有实施这样的 这样制度的国家 那我们就要很审慎来考量 蛮有意思的 您的答复跟这个上个礼拜 金管会主委跟这个次长的讲法 有不同 因为当时他们两个答复很正面 那么也说要研究 那一副好像乐观其成的样子 可是你现在答复是说 全世界都没有做 那跟国际也不能接轨 那看起来我们自己要做也有困难 您是这样的意思吗 没有没有 我们还是要研究 还是要研究 那研究两个方向 一个是往正向乐观其成 一个是可能性不大 没有没有 你是乐观其成吗 我们要先收集其他国家制度 那你刚才已经收集了 你说全世界都没有 还没有 我们现在正在收集 那初步看来是没有了 不过因为这很细的东西 有时候网站不一定有这种细的资料 所以我们透过 那你需要多久时间可以研究呢 透过驻外使馆 也去收集一些更细的资料 大概多久时间了 另外当然我们也会请金管会 因为毕竟它是 主管机关 主管机关嘛 所以它可能 有没有更进一步的消息 让我们了解这样子 所以你能不能肯定的答复 你乐不乐观其成 当然啦 假如大部分的国家都有类似制度 当然我们乐观其成 但是我们真的要先了解一下 那你说大部分国家有的话 就你乐观其成 那你刚才又答复 大部分国家都没有啊 现在还没有 现在还不确定 现在不确定 初步看是没有了 但是我们 因为所以说我们后来 也恰了一个住外使馆那边 搜集更细的资料 那如果都没有 还是都没有呢 都没有我们就要审慎来考量 第一个 对税收有没有影响 第二个 对交易制度有没有影响 毕竟你今天从事有股票买卖 你有当日冲销的人 另外一个是完全没有当日冲销的人 那这样子要不要有差别待遇 这个要考量啊 因为股市不只是当日冲销的人 还有很多部分是 他是来投资买卖的 所以部长从公平面 就是当日冲销的人 跟不是当日冲销的人 你认为这样的话会不公平 这个也要考量 第二个呢 他本身全世界都没有 只有我们做 那也很奇怪 所以我看你的答复是有点保守 目前还没有 目前因为手上没有资料 我很抱歉 要审慎就是了 对对要审慎 那接下来我想请教 另外一个跟你有密切关系 就是TPP 因为欧巴马已经说 看起来川普政府是反对TPP的 所以呢 他的这一任他不要再做了 欧巴马不要再做了 那川普在他政界里面也提到说 他反对 日本为这个事情也打了好多架 才勉强过关 那所以现在全世界对于TPP都有质疑 都有质疑 剩下只有一些小国家在玩 已经加入 就是很小的国家 那老实讲 这个 于事无补了 那当然TPP主要的谈判 在我们国家是经济部 外交部等等之类 可是真正的关键跟精神是在你 为什么 它主要是关税的谈判 主要是关税嘛 谈TPP是谈什么 如果我们加入我给你关税减免 你也给我关税减免 目的是这样 这真正的幕后的执行者跟影响者跟决策者是你 不是他们 他们只是负责去谈 但是减谁 关税减免是我们财政部 所以财政部要有个态度 如果说美国在这个事情上已经打退堂股 甚至可能不做了 那剩下的参加国家也寥寥无几的话 那我们自己的这个步骤 是不是还那么积极呢 还是我们也要再观望一下 那个跟国员报告 我想我们财 关税虽然财政部主管 但是我们很多要配合产业政策 所以说虽然我们目前TPP 暂时怎么样 我们现在还当然由经济部那边来决定 不过我们很多禁止双边协定 譬如我们跟新加坡 跟纽西兰都可以签 等于说由双边来签这个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从TPP转向为 过去我们是敲锣打鼓 就是要积极加入TPP 现在已经说TPP因为各国都有变化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降级成 只要跟各个国家单边 这双边去签这个双边的协议就可以 没有没有 因为这个政策是由经济部那边决定的 从财政部立场来看 我们就是都要配合 无论是TPP也好 多边的或者是双边的 我们都配合产业政策 因为事实上我想我也很清楚 关税在我们整个税收里面 事实上1000亿左右而已 对不对 不是很多 但是能够造成我们整个产业发展 经济发展比较重要 所以TPP在美国虽然已经暂缓 甚至可能在此复中 但是呢我们还是会积极 我们还是会积极 对因为这部分准备工作还是继续的 没关系我只是要知道政府的态度是什么就好 接下来有一个 大家都知道我最喜欢问小市民财政了 过去我蛮力推的 那政府也配合良好的 就是七年安心成家贷款 那这个政策从2010年12月推出 对于七年朋友们手购族帮助很大 到今年六月份呢 有20万户的人申请 那他使用的金额高达大概8000亿左右 那虽然他的利率值优惠一点点 可是对于七年朋友们 对守购族来讲不无小补 才会有近20万户人去申请嘛 那也因此呢 因为这个东西到今年年底要截止 所以大家很关心的 因为他主要乘坐的是 由我们八家公股行库来负责 就是你辖下的 现在已经11月中了 那么大家当然 七年朋友们手购族 当然想知道 这个跟大家现在最有关系的 大家当然想知道 我们的七年成家专案 要不要再延续 要不要再延续 明年还有着落吗 跟委员报告 这部分啊 我们会找这些 公股金融事业来开会协商 主要说当然也要看看 他们的态度怎么样 对啊 因为买一个房子不是那么简单 那要买个房子 也要经过一两个月的去看啊 去谈啊 那尤其七年朋友们手购族都是弱势 那所以你们需要多久时间 那第二个方向是不是正面的 因为有的人现在可能年底要结婚啊 已经要成家在看房子了 他不晓得不要去买啊 尤其现在房子还蛮低的 有时候是个时机 但是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一个正面答复 他们也不晓得要不要买 因为买房子不是一项码 因为现在还没有开会 我跟额度是不是还是一样呢 一样 这个东西我要替七年朋友们 寄首购族来请命 因为他们首购族七年朋友非常弱势 那从过去这几年 积交看一下五年期间有20万户 那表示七年朋友们 首购族很需要 无论如何一定要继续延续 一定要延续 否则啊 大家会对民进党大失所望啊 所以这个今天这个 质询寻打非常重要 一定要促成啊 如果没有促成 以后两位不要再到财委会来给我们见啊 不要再来了 如果这个事情都办不好 民生议题不办 给我们物价涨菜价涨 结果呢 我们薪水不涨 现在连如果七年成家方案都要取消的话 那你们两位 以后可不用来了 你们做得到吗 你们会跟我们再相见吗 因为我想会相见 我想这个案子我会很审慎 我先来考量好不好 因为这个案子还没有呈上来 所以说我当时也没有办法做 很明确的答复 署长你有信心跟我们在这个地方再见面吗 我想应该会有啦 部长呢 我们会尽量在十月底 我刚才讲十月底前要保怨 基本上我们会尽量促成 部长呢 这个事情你也可以做主啊 距离力争啊 对对 因为案子还没有上海 所以说我没办法就告诉他怎样 对一下 但是你的态度你会争取吗 对我们朝那个方向啊 你会争取吗 尽量帮这个青年朋友啊 能够减轻一些负担嘛 好 see you next time OK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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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卢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余婉如委员 咨询 有请部长 部长请 一位您好 部长好 我想部长 财政部长 不是 不是税长 是部长 不是睡觉的税长 也不是税妇的税长 所以我今天想要针对这个房地税妇的问题 跟这个部长讨教一些新的一个现象跟议题 我们看到一个讯息就是说 现在目前公告地价平均上调是30% 平均 那不知道说 部长知道为什么会上调 今年公告的话 为什么会上调30% 主要是102年到105年 因为它是有三年时间 刚好这三年地价涨得比较多一点点 是 所以说就是虽然是内政部的事情 但是说要求就是说 要根据102到105年 然后来做一个这个 不能够低于他们的这个成长幅度 对不对 事实上也没有 有些地方政府跟委员报告 有的还是副成长 有些是副成长 有的一个现实副成长 有副成长的 有的是个位数 有的是个位数而已 但是就说 六都的公告地价平均是上调30% 这个是没有错的吧 对 那这个副成长跟这个平均上调 看起来是正成长30% 有没有什么关系 还是各个地方 不论是它的这个 过去102到105年的基期 都是负的话 它必须也得上调30% 没有这样子 因为地方政府 基本上这个 虽然依照平均地价条例 但是还是由地方政府来公告 是 好 那就说我们看到一个现象是 因为这个六都公告地价 是平均上调30% 所以地上权的地租 因而同步大幅调涨 那另外就说 部分只有使用权的地上权住宅地租 甚至比拥有所有权的住宅持有成本更高 那商业地上权案 据带动区域商业活动功能 面临房屋税跟地租双账的困境 房地税负变动太大 已经造成了地上权的标案推动不顺 我们可以知道就说 事实上公告地价 是地价税的这个税基 那这个地上权 它的这个地租的计算 是以地价税作为它的基期 所以说公告地价 事实上会连带影响地上权 这个地租的一个这个价格 那事实上我们在看到就是 今年已经有大小数十笔的地上权招案 招标案流标 那这个情况是这样 就是说有时候地方政府 可能需要用地上权的一个标案 来带动某一些地区的 经济发展来活络 可是如果今天地上权的这个标案 自然难行的话 代表说它的这个施政效益 也会不张 那不知道说部长 你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有没有注意到 那目前我们在研理 任何方案来解决 跟委员报告 这一部分地上权的部分 我们确实注意 尤其今年 跟往年来比较的话 跟最近几年来比较 确实百分之三十点多一点点 不过因此我们对地上权 这个租金的部分 我们就有一部分是弹性 有一部分是固定的 那大概百分之三点五里面 1.2是固定的 2.3是随着原来的 2.3是原来 譬如说我招标的时候 那个是确定的 1.2是变动的 1.2是变动的 所以说地上权的案子 是可以有弹性的调整空间 对对对 这个案子我们已经公告出去了 要点已经发布出去了 另外在月底的时候 这个月底我们有新的地上权 我们希望有好的消息 是那这个讯息发布出去的话 那是不是可以溯及既往呢 没有因为这个毕竟 因为当初我们 这些地上权招标 都有公告 然后应该多少租金怎么计算 都很明确的标准 所以说那这一部分 当然我们要点 行政机关公布是未来适用 那你要追踪适用的话 我想要牵涉法律 法律的部分 一定要修法才办法 那第二个我想要请教这个部长 就是说房地合一税 也是今年元旦上路 我想要问一下部长 知不知道说今年至今税收是多少 跟预估的税收有多少落差 税收今年大概可能只有十几亿而已 今年大概十来亿而已 十来亿而已 可是原本预估是多少 原本二十几亿 那为什么会短差这么大 我想这一部分当然 整个跟房地产的市场 应该也有点关系 是 那我这边是要提醒 部长也是现在的一些现象 就是有一些 房地合一税制上路之后 出现了所谓的 左手换右手的一个现象 那有一些个人 适用救治的房产 它高于市价 卖给自己的公司 就是卖给法人 已经有案例了 都可以查得到非常明显 那这个高于市价 这个法人 他以高于市价 来买进这个房屋 取得成本 日后公司再以市价售出 反而变成是赔钱卖 日后卖出是赔钱卖 那如此一来 不仅符合房地合一税的 获利财科税的原则 而免缴税负 还可认列 认列这个法人的亏损 在未来十年 盈亏互底 一举数得 那不知道部长 你这样觉得 你觉得这样的做法 有没有违法之余 那这一部分 主要就是看你今天法人 你用不正常的方式 然后去帮这个个人 来不只是获益 对不对 那因此这个 可能有背信的问题 税法本身 可能都符合规定 避税 但是呢 这个有背信的问题 是有背信的问题吗 所以部长是这样认为 那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最近你们 有没有什么防堵的机制呢 因为刚刚刚问部长 部长不知道说 有这样的现象吗 那所以我现在提醒部长的话 不知道你们有什么防堵的机制 或追查的机制 因为我们这个 房地合一税 跟预估短差十亿嘛 那这个落差也不小 等于说是一半哦 这部分主要当然 应该跟房地产市场 绝对有关系 因为整个交易少了嘛 因为交易活络的话呢 当然税收才会多一点嘛 是 那防堵的机制是什么 这部分的话呢 我们也会去清查 也会去清查 先清查 那如果有不法的话 希望能够加强公告 我们会移送给相关机关 因为我们在追求的 这个居住正义 不是假的正义嘛 对对对 不要说这些有钱人 反正税都逃光了 但是苦了苦 我们这些小民 这样大家受不了 我想不会 我想我们会 这个清查完以后啦 会移送给相关机关来处理 好 那我再另外再请教部长 就是有关都根的部分 都根的问题在台湾 已经就是争议了很多年了 那目前根据我们调查的数字 全台税籍的住宅 是844万余宅 乌龄30年者 达384万余宅 占比大约是45% 就是30年以上都是 45%是30年以上的老宅 那基本上都根户在取得 使用执照后 我们过去有所谓的 地价税跟房屋税减半 征收两年的这个救治啦 因为这个不愿意都根的 很多的问题 包含就是说 结构啊建材上安全的疑虑 然后还有就是说 这个住户意见分歧 难以统合 那第三个就是税负的压力 所以说我们才有 之前才有这个都根户取得 使用执照后 地价税跟房屋税减半征收两年 但是现在公告地价大涨 又牵动了这个房屋持有者的说服 对都根户籍准备都根的民众 形成主缺的效果 更影响后续都根的推动 那这对台湾整体的发展 是非常不利的 那不知道说 现在财政部是否有 针对相关的案子 去做一个讨论 跟演你这个弹性的计划 跟委员报告有关于地价房屋税减半征收两年的部分 事实上当初我们跟内政部已经达成协议 就是说减半征收了再延长两年 再延长两年 不过了 就四年 对 但是有人认为这个还不够 那这部分的话呢 当然还进一步在协商中 好 所以说现在其实不是只有两年 是四年了 已经公告了吗 对 没有这个一定要修法以后 在修法 对 所以现在还没修法 对对 现在正在延续修法中 那除了说这个延长之外 不知道财政部还有其他的建议吗 这一部分 或是内政部有没有提给其他建议 给这个财政部这边 这一部分土地增值税方面 我想也有一些优惠 土增税跟汽税方面也有一些优惠 好 是 那我是想要提醒部长就是说 这个 我们在看这个 地价税这个大涨 公告地价这部分 事实上跟中央机关的要求 也很有关系 因为呢 中央机关要求各县市 达到一定的条幅 并以各地的税收成绩 就是所谓的制酬能力 作为统筹分配款的一个参考依据 所以事实上地方政府 在公告这件地价的时候 事实上也是跟他的这个 未来能够收多少钱息息相关 又跟在中央能够拿到多少钱息息相关 那但是就是说我们看到 这样子来作为统筹分配款的参考 反而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城乡差距 而且各县市计算税率的累计起点是不同的 人民薪资水准亦有所差距 所以我想把这个点点出来 让部长能够看到 因为我还是认为部长不是税务部长 是财政部长 全体人民的财政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边提醒部长 最后我想要请教部长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看了一下赴税署 编列了3800万 作为统一发票的政策宣导经费 我想问一下统一发票 到目前为止已经50年了 为什么还需要再继续做推广 还有谁不知道统一发票 大家都晓得问题是 当然我们也有发现 有些人购物消费的时候 他还是没有去主动索取 当然本来应该是营业人应该主动开发票 但是我们也有发现 营业人没有主动的 但是我们消费者 主动索取的话 这个也很好 好 因为我时间到了 所以可能请部长一个礼拜内 给我一份报告 说明为什么要编3800万 推动统一发票这件事情 不然的话我会怀疑 就只是超过去的一个预算而已 谢谢 谢谢部长 好 感谢余委员请回 接着请王荣张委员 我请我们许部长 还有我们财政资讯中心陈主任 好 两位 谢谢 王伟玲好 部长好 主任好 我想先要请教陈主任 我想您在我们财政资料中心 长期任职 虽然有短暂的时间离开 但是资料上面看到 您任职的时间非常的久 我想想必您对于这个单位的 组织严格跟我们的任务执长 事实上是非常的清楚 我想请教就是说在102年 我们依据财政部组织法的改名 成为财政部资讯中心 那它改之前跟改之后 有什么差别 是 原来是以财税资料为主 改之后是把财政部的所有的职障 有关于资讯面的整合 那么安全的督导 那么就一并并到财政资讯中心来 所以从原来以财税为主 扩大整个财政部 是 所以就是不只是以财税为主 整个财政部的相关的资讯都是您负责 在这个单位就是说来做负责 那我想就是说在今年的10月 你也接受媒体的专访 提到就是说未来我们中心的三大工作方向 一个是加强资讯安全 那然后减少我们业务委外乘坐的风险 第二个是成立数位建设团队 提升政府资讯处理的防护能力 第三个是提升企业与B2B的电子发票使用率 这是您三个努力的目标 我想这样子的目标 有呈现在我们明年度的预算编列里面吗 因为本期只有看到我们在电子发票的这个部分 我们编列了一亿三千七百多万 属于就是说四年计划里面的第一年的计划 但是其他的人 我们不要跟工作的这个两项的话看不到 所以想请教您 这就是说我们在这一个部分的话 除了电子发票的努力 那其他的这两个部分的话 不需要在经费上面的资源 是 报告委员其实是非常需要的 不过也要跟委员很诚实的报告 我们目前财税中心 财政资金中心目前的议算 其实非常的困顿 那么在支应我们主要的税务业务 都已经不足了 那像我们所得税的申报 国税地方税跟所得的申报 已经占掉我们的额度的预算 主任我直接请问您 就是说您希望就是说 业务委外乘坐的就是说风险能够减少 是 那在这里面的话 为什么我们在明年度的计划里面 财政资讯业务 编列了七亿六千三百多万 但是我们有43% 也就是三亿三千多万 都是委外的资讯服务费 这个跟您的任务目标 是不是相背道而驰 这一点我会跟委员报告一下 我目前委外的工作 还是没办法去避免 但是我当初在讲的 我们就要在委外的时候 我们要既有主控性 所以我们要训练我们的人 要能够有写成的能力 而不要全部委外 这里没有写成的能力 所以我们会从小规模的 小独立的小系统 开始来训练 所以我们目前没办法完全就 所以我们在今年度的委外是多少钱 我们现在主要的资讯业务 还是大部分都是委外的 所以我们委外的费用占了大部分 所以我们明年度并没有办法 减少委外 我们是会部分的减少会 但是呢减少幅度非常的少 我们从一些比较独立的小的系统开始 那种比较大的幅度的系统 所以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时候 多少多长时间 然后会降低到多少的委外 呃 报委员 我目前初步的估算 是未来能够降低差不多10%左右的 的委外 那么其他90% 所以我们33% 现在43 好 经过我们不定期限的努力 之后的话 我们最多只能够降到33% 我听起来是这个样子 好 部长 您满意吗 呃 这部分当然啦 因为刚开始来这样做了 呃 程主长所讲的就是说 先从独立系统比较小的开始 慢慢我们的能力以后 慢慢看能不能加快速度一点 因为现在刚 等于尝试要去做这样的工作嘛 那等于慢慢有经验以后 或许后面的速度可以稍微加快一点 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在今天我也在我额额预算的提案里面 有处理这个案子 那希望就是说这个部分 我们的财政资料中心不应该只服务付税署 只有在税的这个部分 可是在业务里面的话看起来 我们其实跟改制之前没有多大的差别 我们定下来的就是说目标 希望维护我们的资讯安全 捐少委外的这一个部分 本企业认为我们其实缺乏具体的目标 好那这个部分我们等会到 我们之后到预算处理的时候 再来做相关的讨论 那接下来就是我想叫部长 有关于我们公益彩券的问题 在上上个礼拜 11月3号财政委员会 我们进行公益彩券的专题报告 当天就是说事实上 我想很多的委员都一再的强调 我们人头猖獗的问题 我们在经销商的这个部分 所谓弱势族群经营的这个美意 事实上是大打折扣的 那在这里面的话 国库署也承认了 一直以来我们只有依赖台采公司去做处理 但是我们全台湾的人都知道 在这一个部分的话 经销商的人头问题猖獗 但是看起来只有台采不知道 那么其实认为 在这里面其实台采的业务代表 在这个上面 他其实要负很大的责任 他们其实最清楚 哪一些是人头 哪一些是连锁的这个部分 本就认为对于违法促销 人头收购跟地下迁堵 这些侵害合法经销商权益的情况 也严重挑战政府的公权力 我想请教我们可不可以比较 研究查气的方式 然后让地方政府 究竟在各个地区里面去查核 那这一部分 我想我们可以来研议一下 因为毕竟这个采券啊 因为地方政府也获得一些经费嘛 所以说我们将来来研议一下 也请地方政府来加以配合这样子 所以您觉得这个部分是可行的 我们照研究查气的方式 让地方政府也来配合 不能够光依赖台采公司啊 其实台采公司相当程度里面的话 它其实是共犯结构 您同不同意 共犯结构是不敢讲的 只是它因为毕竟人力有限 不过这一部分 这个有各地方政府也配合的话 效果会更好一点 好所以您认为这一个部分的话 是可行的 我再请教一下 我请教我们国库阮署长 您已经上来了 我们在104年度 就是最近一次的中央政府 对地方政府社会福利施政绩效考核 在国库署主导的 我们公益采券管理运用的这个项目 有多少个县市拿到特优 特优的应该是只有两 如果应该是只有一个 特优的一个 应该是只有一个 我想您的记忆有出入 我这个数字可能 好我本期告诉你 我问这个问题我准备答案 在22个地方政府里面 有15个县市政府 它公益采券管理运用的项目 是得到90分以上的特优 三个列为85分以上的优等 有5分之4 一共加起来就18个 5分之4的县市都拿到特优跟优等 我想 我就认为你们的考核 跟考试送分有什么差别 这里面没有区变度 县市政府到底采券益域运用的情况如何 事实上没有区变度 你怎么看 跟委员报告 其实这个考核都有一定的指标 而且这指标是我们是滚动性资 本来就是当然有一定的指标 但是你们的指标没有区变度 所以大家都好 都非常的好 但是从上上个礼拜 专题报告里面的寻答 您觉得除了委员以外 我们的民众满意这样子的盈余运用的情况跟结果吗 基本上这部分我们会尽量去改进 尤其是这个考核指标 你们要怎么样改进 我们每年都会召开相关的地方政府来开会 还有相关的学者专家来开会 那我们现在就希望就是说在采券的运用这部分 那么过去这个大概就是很多都是保留款 都蛮高的 但是我们加讲考核以后 书长我们把采券盈余的季报表拿来看 我想除了就是说用出去的钱 事实上的结果主要的情况 是替代了原来的公务预算 它没有多大的就是说增加的效果 我们本来希望一加一大于二 但是它事实上没有多大的就是说增加的效果 那在累积的未执行数 其实又非常的高 台北市的的话累积二十四亿 今年的一到九月还在共货配十八亿 二十九亿没有完 然后我们另外再有十八亿下去 包括苗栗 它把社会福利基金都拿去借钱 都拿去就是说当做就是说借款 其实我们每个月固定路障的这个部分的话 在过去苗栗县政府其实都挪用掉 但是我们在考核里面的的话 并没有办法呈现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呈检出来 部长觉得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在考核的手段上面的话 应不要改进 应该要想要说 绝大部分都是特优优等的话 我想这个要稍微 这我们已经失去了考核的目的跟用意 本期希望部里面在这一个部分的话 可以确实的来做加强 对对 我们要检讨一下 谢谢 感谢 谢谢王委员 各位请回 接着请邱太元委员 请邱太元委员 旭君子姓 可不可以请部长 徐部长 邱太元委员 你好 你好 我想今天还是要谈一下团体连金的保险 在上禮拜有稍微談到 那貴步也有提到一些回答 但是我就覺得還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來澄清 我想這個也是很多企業跟民眾的心聲 因為團體聯金保險其實是一個 我想對聯金未來的改革裡面 也算是一種可以加進來穩定的力量 而企業方面它可以留財 也算是對員工的一個退休的一個保障 所以民之所欲 我們一定要拿出勇氣跟智慧來努力 那我們看這個商業團體聯金的內容 不曉得部長知不知道這種聯金保險 因為聯金其實也是商業保險之一 那這一部分在我們列舉扣除裡面的項目 也包括這個 民進保險 人生保險 健康保險這些 不過這個據我瞭解好像沒有在裡面 部長 那個 我想這個是有一點可以落實企業的社會責任 但是現在的銷售成績我們看一下 105年去年 今年9月 只有18件有效契約 被保險人僅有330號人 這中間推展不易 為什麼 因為你 要保險人方面 他保費的現階段 無法費用化 那當然另外還有職工福利金的一個限制 那員工呢 當年度就會被納為 納為手頭稅 延伸稅力的問題 所以團體聯金到底是不是一個人壽保險 人壽保險其實根據保險法規定 他人生保險 然後聯金保險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選種 可是他公司 以公司的成員來講 他是不能抵稅的 那個人方面也不是說退休以後 領了以後才去課稅 這個是一個非常大讓公司 甚至個人都沒辦法去向前走的一個 可能是很好的政策 但是根本沒辦法執行 不曉得部長知不知道這種情況 這部分 我們團體受險 這部分是有些優惠 那年金保險當然 就是說本身團體聯金這部分 可能目前推動的還沒有那麼普遍 這個重要的是有你們的規定 有限制在那邊的問題 因為在盈利失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查账準則第83條 第五項就是無法認類這個團體 團體聯金保險在裡面 雖然他是沒辦法剋除 這個是很需要突破的地方 團體受險這部分目前已經是可以了 那團體聯金的部分 那為什麼這部分不配合好的政策來修改呢 這部分我們會再來研議一下 再來研議 看怎麼來 我想我們連美國的401K退休經濟化都是比較 他比較像我們的勞退心智是比較像 退休以後才領到錢才扣稅 這個部分從企業的層次來講 跟個人的層次來講 你現在所有的規定都是讓人家保不下去啊 沒有 現在我們勞工退休金 職工退休金 這部分提拨的時候 本身就可以當費用類似了 目前現行所有的稅法33條 就有類似的規定了 好 沒關係 請部長要求所屬稍微檢討一下 好 謝謝 因為我們看起來保費大概300到500 所以每個月2000的一個 2000塊的一個免稅可以抵扣額 還有很大的距離 所以應該是很有空間來做處理 那我想如果這個部分能夠做好的話 不但企業能夠用來落實社會的責任 留置人才 那對我們年紀的 像這樣的勞工 我們譬如說現在的勞工退休 取代率只有不到四成 所以說你如果五萬塊 可能領不兩三萬塊 你如果多這個下去 可能可以多到多個兩成的話 20%大概可以多到一萬塊 這樣是不是他退休金會比較好一點 比較可以安 過著比較 等於多一層保障 除了我們現在所規定的職工退休基金 或者是勞工退休基金以外 多一層年金 有時候我們生活在都市 大家都生活水準比較高 但是我們要去看 像我昨天到雲林去跟一些醫界的朋友 討論還有一些相關的一些社會福利方面 雲林的老人人口 不曉得部長知不知道大概有幾% 那一般台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很多年輕人都外流 大概有16.7% 算是台灣裡面數一數二的 那那邊的老人家到底他生活的怎麼樣 我想我們在比較都會區的 不管是我們的官員 或者我們民意代表 或者我們甚至有一般的民眾 都要關心我們的老別老母 在鄉村或者退休以後 他們的生活是怎麼樣 如果他們生活的比較穩定 其實他可以幫忙很多的 出來做很多的志工的活動 這有10年退休到可以來做志工 這有10年的時間 這10年的時間 就可以讓我們的長照2.0 多了很多幫忙的人力 他們不一定說 需要有經濟的來源 因為他有穩定的嘛 但是他們有愛心 有希望回饋社會的心 這股力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在處理得好 他所影響的層面是非常大 不曉得部長對以上建議 不曉得有沒有 這部分我們來研究一下 因為目前我們大概一般的所謂 退休基金這些都沒有問題 團體授權也有規範 至於說團體年金的部分 我想我們可以再來檢討一下 其實請部長放心 根據估算 假設可能如果有課出口的話 一年國庫大概少了13億 可是因為你的稅基 搞保險公司營業稅等等的估計 可以增加16.3億 反而是比較好 所以擴大稅基怎麼樣讓大家在很高興 很幸福的情況之下 自然的稅基也增加了 我想就是我們必須要去努力的 是 好那我期待部長在這個部分 能夠有積極的作為跟回應 我相信這個作為應該會讓 我們的年金改革會更加的穩定 我們的勞 我們的公司退休的員工 他們會得到更好的保障 好這部分我們來研議一下 過一陣子如果沒有什麼變化的話 會再來請教 好謝謝 好謝謝 謝謝邱委員 先做一下的預告 因為我們已經會議進行了100多分鐘 那是不是各位委員同意 在羅明財委員質詢完之後 我們休息10分鐘 讓部長跟相關同仁可以解一下手 好不好謝謝 好 請羅委員 謝謝 主席各位委員 處理的習慣 大家好 主席各位請 財政部徐宇哲 徐部長 部長進 主席 處長你好 羅惟你好 我們看現在美國的總統 川普即將上台 是 上任以後他開始減稅 大概會減的部分 大概有他的中所稅的部分 公司的營利事業所得稅的部分 很多稅都在減 相較於美國的情況 台灣最近卻開始不斷的 大幅的增稅 兩者相較之下 部長有沒有覺得國內的部分 需要做什麼檢討 或者是在未來 我們國家也會提出減稅的方案 包括增交稅 包括健保補充保費2% 包括鼓勵兩稅合一扣體減半的問題 全部取消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措施 因為這幾年我們可以看得到 去年的稅收是超增1800億 前年的稅收超增1700多億 大前年也是超增700多億 所以事實上講起來 國家的稅收財源是很穩定的 所以是不是拜託部長 可以考量現在民眾 真的生活很慘 很可憐的這個情況之下 可以開始來考慮減稅 因為包括地下稅 持有稅 已經間接從台灣民眾的身上 大概多扣走了三四百億 每年三四百億 在這個漁池裡面 十年就是從老百姓的身上 拿了三四千億的稅 老百姓 很難受 老百姓很香菇 跟委員報告 我想美國川普未來總統 他提出這些政見 當然這些有關減稅的法案 一定要經過美國國會 包括參眾兩院的同意才可以 所以這一方面 我們密切來觀察 提醒部長 現在是川普全面執政的時刻 不用觀察太久了 包括他TPP他也要廢除 沒有 為什麼呢 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有些是行政措施 他也馬上可以做的 但是 你的減稅法案 一定要經過國會通過 所以說現在參眾兩院 他們現在都多數啊 多數 他們間接兩個並沒有完全一次 並沒有完全一次 我想這一點要先說明 所以我們密切觀察 所以你覺得不可能減稅 不是 不是不可能 我希望說部長能做最好的準備 會會會 因為我們上次已經壓錯保了 對對 上次壓西拉蕊 就砰出來的是川普啊 另外 而且所有媒體的報導 一面報導 我從來沒有看過川普會當選 他也當選啊 所以我希望說部長 可以準備幾套的劇本啊 那減稅事事在必行 那我們怎麼做 我們應該提出相對的方案 另外事實上呢 我們為了配合資本市場 就是說一個從股市拿來的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發行公債 公司債跟金融債券 那一部分政經交易稅 我們也能夠繼續用暫停針 這個案子呢 法案已經送到立法院來了 那假如能夠通過 我想對於公司啊 這個這些籌資啊 應該是有幫助的 我想第一個 第二個呢 有關於大概明年的部分 我們也是一樣 會針對租稅改革 針對鼓勵的課稅制度 另外兩稅合一制度 另外還有外資內資的課稅問題 我想這個方面呢 我們會有一個租稅改革方案提出來 方案大概什麼時候會開始啟動 什麼時候會開始實施 大概我們希望明年五月左右啦 五六月能夠送到立法院來 然後呢 後年一月一號就能夠實施 那提醒部長 你明年到後年又一年多的時間 可能人跑了都跑光啦 不會啦 那我請教一下 那個部長 像我們臨近的國家 比如說一陣稅增加到 你現在計畫是要增加到多少 百分之十 增加到二十 十增加二十 我請問 台灣臨近的國家 新加坡的遺產稅是多少 他們沒有 零嘛 那請問香港的遺產稅是多少 沒有沒有 對 那部長難道不緊張 不害怕 所有的資金 國際的流動是非常快的 那邊是零 台灣是二十趴 他們不會跑掉嗎 像我們臨近的 韓國日本都沒有告很多 我想這方面 因為韓國 台灣人要變成韓國人是很困難的 台灣人要變成日本人 他申請的手續是非常的困難的 但是去香港移民投資 去新加坡移民投資 很方便啊 如果你要扣二十趴 他把那個成本就改國籍 就變成新加坡人 這樣移證稅的部分 當然很多委員有不同的看法 這一部分的話 我想這個案子 因為我們所增加的稅收 是不是放在一般的運用 而是由長期照顧基金裡面 長照的部分 其實也是不正確的 我們長照希望是穩定長期的 可靠安全的資金 建議部長思考一下 國內有很多的財團法人 那事實上動輒都是 五千億 八千億以上 不曉得部長有沒有了解 這樣的一個情況 他加一加大概有好幾兆 那財團法人照理說 公益的這個事項 他應該是拿在公益的這個事務上 可是本席發現啊 聽說有很多的 財團法人的這一些機構啊 他們都是中保私囊啊 賺了錢配了股息股利啊 都配給自己啊 還有這個財團法人的部分 他賺了錢啊 他可能再去買房子或是資本支出啊 從中啊上下起手啊 是 部長 請問國內的財團法人有多少個 我想 然後加起來的金額有多少 每年的配股配息 你們有沒有掌控 本席建議長照 長期安定的這個收益啊 的收入啊 應該是從穩定的財團法人的 這一些公益事項的這些基金裡面 從那邊著手 來把他們這個每年獲益的部分 從取智社會用智社會 就是用在長期照護的這一塊上面 不想部長的意見怎麼樣 我想財團法人的部分啊 這個假如你有剛才所講那些 不法的行為的話 要有主管機關 因為他每一個財團法人 他有一個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要去查核啊 了解啊 到底假如沒有按照章程來處理的話呢 這個可以廢止登記啊 對 請問現在有幾個財團法人 加起來幾幾牛多少 哇 那就相當之多啦 我們手上 你們可不可以算一下 那你說要人檢取 要人檢取 本席在這裡就檢取 每一間都有問題 請你們徹底查查看 如果你覺得沒有問題 你可以查前10家 我保證覺得有問題 主管機關啊 因為每一個 請財政部會同主管機關 一併去查查 如同現在我們所講的 施一方施委員他所提的 施委員他提出那個夜店啊 夜店網址 他說那個不是 十一方施委員他提出了 夜店造成社會很多的問題 那是他每年啊 一家夜店才繳50萬 60萬的這個稅 實在太低了 我們剛剛討論到 最大的原因就是沒有人去查嘛 不敢去查嘛 怕有困難 怕有阻力 剛剛部長所講的 每個部會其實也一樣的道理啊 那請部長會同每個部門 每個部會 那一起共同組成專案小組 一起去查 事情就水落石出啦 沒有 因為假如 幫大家找到穩定的長照的收益 每年大概有兩三百億 可以貢獻給全民 貢獻給社會 因為我們國稅局的 在查核相關的 這個手錄稅的時候啦 我們有不符合這個用途的話呢 我們會喊主管機關來處理啊 還不夠 我希望能積極一點 那也希望部長趕快把這個資料汇集出來 那另外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看到那個國內的股市啊 現在國安基金到底也怎麼不進場了呢 你不進場國內又暴跌了大概兩百多點啊 上個營業日啊 我想這個 上任他這個候選人的那一天啊 是跌了兩百多點 但是第二天就上漲了 那第三天呢 第三天也在跌一些 又跌了快兩百點啊 那是因為國安基金沒進場的關係啊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有提過 國安基金啊 隨時會開委員會議 臨時委員會議 會密切注意 那請問部長 那為什麼第三天會跌那麼多呢 美國也是漲啊 是什麼原因 沒有沒有 納斯達克還是跌啊 因為他這個 那道瓊漲啊 對啦 但是也有跌的 所以說看法會不一樣嘛 我想這個 請教一下部長 這個整個 美國的這個總統 大概選完了以後 全世界的局勢 經濟局勢改變了 請問美元未來是看漲還看跌啊 因為這部分 畢竟不是我的專業啦 是有相關喔 因為公股有管理 八家的這個公股銀行啊 你們在國外的這個佈局啊 是要加強還是減少 聽說 國內的金融機構啊 現在可以說是 面大五大的難題啊 現在可以說是雪上加霜 過去整個金融業 對 獲益3500億上的榮景啊 今年有沒有可能發生 今年 明年還有沒有辦法 維持金融的高度的獲利 今年啊 其實到目前為止 大概都還不錯 跟去年相比的話 也不會 今年不錯 那從今天開始的下半以後 這幾個月 以及明年 我看大陸這塊已經少了啊 另外美國的部分 也當在經濟寒蟬啊 第三 國內的房地產已經被打趴了啊 我看很多的金融機構 他們放款的餘額不斷的減少 對房地產的放貸比率 降了50%啊 部長你知道這件事情嗎 沒有啦 因為根據我們的統計 因為上禮拜 這個台灣銀行的 那個董事長來這裡說明嘛 應該差不多了 所以你說對房地產的這個放貸 沒有受影響 沒有嗎 對 應該沒有大的影響 那報紙都亂寫了 這記者什麼什麼 那麼少了快30以上啊 那部長請你看一下 另外今天會是講這個 稅初預算的部分 本席建議啊 長期以來對亞洲開發銀行的部分 這個應該要三減5千萬 那亞洲開發銀行增資股的部分 1億5千萬 三減1億 另外 中美洲銀行增資的股款 3千萬 能減2千萬 因為 這些開發中的國家銀行 跟我們從來看K9 沒有一點的關係 我已經觀察了十幾年了 不要扛全民之鎧 不需要的就把它刪減 對 這部分我想 因為很多我們是會員之一嘛 我們是會員之一嘛 會員我們從來沒有 沒有享受什麼權利啊 沒有沒有 另外河庫跟趙峰這部分喔 市股啊 現在今年不能市股啊 現在股價那麼低 你現在市股就賤賣國產啊 所以請部長啊 三思而行 這部分我們會看未來的 稅收的情況再決定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謝謝羅伟議員 我們接下來休息十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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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自然也就沒有合規 等一下 你們一共多少 為同學 我跟你講 就算有關於那個 獎金啊 然後結婚金啊 然後什麼 康樂費用 那個都會 對 那個都會 來處理 你們都在講 好 有 有 油 有 有 性 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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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中期 中央 感谢观看 高雄 103 106 109 提案 南区 南区国税局局局所屏 国税 提案 交通机 第1125 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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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税 1956万 第115 第115 国税 国税 第115 国税 国税 第115 国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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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5 第115 国税 第115 国税 提案 国税 第115 第115 国税 提案 国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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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5 第115 国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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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5 国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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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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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5